各位,我们天天要怎么从圣灵得到感动呢? 就是借着基督所留下的应许 只有主的应许是最明确的感动我们信徒 而且是前进性的感动 但是我们往往忽视圣灵那最坚守不变的感动 要知道圣灵绝对不停止做工 无论我们是肝强或是软弱 都是神在祂自己的主权里面 按时按时地保守我们 感动我们,提醒我们,指教我们 并赐下新的感动 将我们带到意想不到的疆界里 那就是主给我们的使命了 所以我们天天都需要经历圣灵新的感动 那怎么经历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时常容易将我们失去对神的应许的关心呢? 就是偏向可变的事了 比如说在地上感到很自满的时候 听到什么新闻就被陷进去 喜欢世界的文化 多过以满内力的文化 人之间相处的问题 或一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等等 当我们遇到这些事的时候 我们人是自动会忘记、胆怯而偏向那可变的事 走向除了基督以外的道路了 要知道,人的肉体是很软弱与善变的 我们在这种种变动极数 与影响人心灵的世界生活中 很快会忘记天国的事 就好像主耶稣刚刚四十天之久 讲说神的国的事 这是神的应许与天上的事 但是门徒的关心 很快就转到以色列国 也就是现象的实际与地上的事了 为什么呢? 因为门徒一直关注看得见的主 却不容易认定那看不见的圣灵 事实上,信徒的灵力是天天受到猛烈的攻击 这个世界有太多隐藏的谎言 影响着我们的信心 将我们的肉体进到自我 使我们无形中会失去天国的关心 各位,这不但是一次要明白的事实 乃是天天我们要确认的事实了 虽然我们人的心里时常受到攻击 但通过圣灵的保慧师 来教我们想起主臣应许的话 使我们的信心得到保护 这是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各位,有时候我们会测不透 到底神在做什么 为什么他好像没有帮助呢? 甚至有些人看不到 也不知道自己的呼召在哪里 而心里感到很忧闷 但是圣灵保慧师会给我们感动 但这感动一定与神的真理一起并行的 神的真理是讲到神的爱 神的爱是理解人的难处 人的情况 甚至人的软弱 神的真理也讲到 他救恩所带来的公益 圣洁 呼召与他的时间表 可是我们时常关注自己的感觉 来认识圣灵 或者以结果的成败 好坏来断定圣灵的工作 这是很个人化 很主观的 所以一直不能经历圣灵的感动 事实上 圣灵保慧师给我们的感动 不一定只有借着人来帮助我们 或是造成一些事情或情况的改善 有时候神没有派人来帮助 没有改善那件事或情况 是为了要我们心中依靠真理 受他的指示 而得着绝对的平安 这才是真实的经历 圣灵的感动 通过真理 保守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走在一个平安的道路里 所以各位 当我们活在这软弱的肉体里 非要依靠神所赐的应许 使我们得着圣灵新的感动 若没有得着新的感动 我们总是会留在老旧的状况里 信仰变得很乏味 无能无力的样子 主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应许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各位 我们的生命 身份 条件 和所遭遇的任何问题困难 就是福音的种子了 圣灵要在这些事里面 给我们新的感动 新的使命 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家庭事业 侍奉生活 继续留在老旧的状态 这样我们是不能得着新的感动来活的 比如说 有些人认为 我就是只有教主日学 只有忙着家庭孩子 只有去做工 上班 去教会而已 好像没有其他更新鲜的事了 各位 这都是老旧的思想 其实在做同样的事里面 主是继续有新的力量 要给我们得着 新的使命 要我们完成 新的人群 要我们接触的 以前我认为 我的使命 就是做录像 画画而已 但是神慢慢给我做美日以马内力 教主日学 带领唱诗 然后现在就在马来西亚的教会里 与我先生一起牧养 虽然我懂得不多 做得不完全 时常软弱失败 也看起来这里做一点 那里做一点 好像没有一个中心 但是我在仔细确认时 其实在这一切当中里面 神的中心是要给我新的感动和使命了 所以并不是做伟大的事 才是神的呼召 那是神安排我们在的地方 接触的人 经历的问题 甚至只有一点的才干 中心目的 都是成为拯救万人的答案了 当我们确认这应许时 也绝对一定要确认 无论做什么 都会看见神的称许 是最荣耀 是我们的冠冕了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 但愿我们信徒 继续确认神的应许 得着圣灵新的感动 新的使命 因为神说 祂是要做新事的主了